我只要开看正前方 定期测量眼压是张女士罹患轻光眼后保持的好习惯 因为在20多年前她曾经花了三个月才找到病因 初期完全没有只是胸闷头痛 很多人就表现出非典型 比如说有时候是这个胸痛 有人表示这个肩颈痛 所以假如说我们在莫名其妙这种 在只要属于头颈部或者上半身的这些疼痛 那你看了各个科以后都没有办法确定这个解决的话 我建议我们要看一下眼科 张女士罹患的属于开放型又称为慢性轻光眼 一开始症状不明显 主因跟提供眼睛养分的分泌物防水有关 防水分泌多少就要出去多少 才能够维持它固定的形状跟眼压 大部分的轻光眼都是因为排出防水的那一条通路去塞住 所以我们在用药上面就是会有两个急转 一个是减少它分泌 一个是促进它排出 一般正常人一天的防水分泌量是3.5cc左右 只要多个0.1cc眼压就可能升高5到7 现在就有一款新药物针对慢性轻光眼患者 同时抑制防水分泌并加速排出 目前的治疗大概针对眼压为主 所以所有者基本上就是能够降低眼压的话 它的控制会比较好 那这类药物因为病人可以减少用量 有用药的次数跟用药的种类 所以对某些病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这款自费新药目前已经获得胃服务核准 医师也提醒有高度近视 长期使用类固醇及有家族病史的人 都是高危险群 除了要定期检查 更要少熬夜 并减少使用3C产品 才能避免眼压飙高 大约新闻高宁临 叶宁临 台北报道